8月31號 香港警察控制了多個地鐵站 無差別毆打民眾並實施逮捕 在立警站 有一名在香港居住了24年的西方人 質問中共並未遵守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隨後被港警圍捕 來看記者帶來的獨家報導 週六 香港警察控制了多個地鐵站 無差別毆打民眾 在太子站 警察在站臺上用警棍 猛力擊打倒地乘客 在車廂內 乘客被警察們殴打得大聲喊助手 有警察拉下抗議者的面罩 有警察對車廂內噴灑胡椒噴霧 有警察用槍指向示威者 年輕的抗議者被打得頭破血流 並被警方帶走 在立警站 一名中年西人男子質問 香港是否還有一國兩制 是否還是法治社會 遭警察圍捕 新唐人大紀元媒體集團的記者 拍到了該男子被捕的全過程 這名在香港生活了24年的外國男子 先是在地鐵中向乘客們訴說自己的感受 他不理解為何中共違背一國兩制承諾 為甚麼北京會不傷害香港人 為甚麼他們想要被捕自香港人 為甚麼他們想要脫下 他們會提供出一種高度的獨立 大量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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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人男子並提到臺灣 他說 看到香港的情況 臺灣怎麼還會相信有一國兩制 如果您不支持一個高度的自律 如果您不支持 Article 45的法律 您是破壞香港的法律 您是告訴香港人 我們不依靠你所提供的 你破壞你的祝福 為何他們相信一國兩制 為何他們相信一國兩制 地鐵抵達離境站 西人男子下車後繼續表達心聲 遭警察威脅 你想要打我嗎 我第一次打你 警察封鎖了地鐵站出口 男子表示要從此路回家 並堅持觀點 被多名警察圍住 暗倒在地 隨後將其抓捕 不要這麼暴力 我信實不關事 老闆 目擊者揭露 警察抓捕該西人時 沒有向他提出任何指控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警察在市民電視綜合 警察在市民電視 道理 警察 感谢观看